暂在当下,展望2020年下半年的A股市场。 不者认为,当前的科技牛市有望继续演绎,占入街景,科技牛的高潮,将会是下半年的主旋率。科技牛的高潮,得益于两大促进因素,其一,是流动性环境的整体宽松。虽然流动性不会再有大的边际宽松,却也不会收紧。这就给市场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流动性环境。 其二,众多科技产业,包括面板、5G、消费电子、新能源汽车、数据中心等正在营来行业景气道向上的拐点。 未来业绩有望加速增长,松而快速消化估值,我们可以从三个围道来进行分析。展现这两大逻辑支撑。 海外的二次高潮已经出现,并进一步影响到中国。预计下半年,全球将经历先阳后益的走势,出现第二次高峰后缓慢下行。预计到今年年底,全球累计确诊人数会超过3500万。 反复,对于经济的影响体验在两方面,一方面,二次冲击深刻地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复甦进程。 这将使全球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都处于较为弱势的状态。 另一方面,也将制约各国政策的收紧。松而使得政策的基调始终保持较为宽松的格局。 政策方面,下半年政策环境的基本基调依然是舒缓而有好的政策收紧空间有限。 发生后,全球应对的政策基调是宽松与补助,从海外政策来看。 最典型的是美国,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,零利率,联储局直接购买资产等各种流动性释放政策。 即使在5月份开始復工,股市开始收复冲击带来的失地时, 美联储依然维持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基调。 国外政策仪然,总体基调也是保持宽松。 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、产业政策三法力。 三次政治局会议已经对宽松政策的持续定调。 2月21日,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。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。 为防控、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。 3月27日,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。 引导财款市场利率下行。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。 4月17日,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影响,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位。 提高赤字率,发行特别国债。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。 运用降准、降息、债财款等手段,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。 在财政政策上, 各类新旧基建项目在下半年会逐渐兑现。 在产业政策上, 新基建被明确, 将获得国家大力支持。 在产业政策上, 国家将大力扶持新基建建设。 4月20日, 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。 1是5G, 区块链, 智能计算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, 2是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, 3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。 因此从内外政策来看, 下半年依然会维持在宽松有道的区间内。 从实体经济来看, 传统经济的复工复产会受到反复的影响, 有所辞制, 但科技产业却处在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向上拐点中。 在5G领域, 2020年是5G建设高峰的第一年, 预计将建成60万个5G基站, 之后到2022年, 5G建设财会放缓,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, 随着高峰补贴政策的落地, 宝马、大众、 宾池等传统车企纷纷转向新能源汽车生产, 出货量的持续提升, 将带动新能源汽车上下油产业碾龙头公司业绩的持续回暖。 在面板领域, 随着韩国三星退出LCD生产, 面板供需格局明显改善, 下半年面板价格有望得到提升。 在消费电子领域, 随着苹果宣布在10月份推出新款iPhone, 手机产业链有望开始复甦, 至下而上地观察, 可以发现众多科技细分领域都出现景气向上的迹象。 这为科技牛市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, 从投资策略来看, 随着科技牛的延续, 各个细分领域将呈现二彩分程的走势, 建议关注各个细分领域龙头, 如消费电子领域龙头立信精密, 面板龙头京东方A, 基建电子龙头大华股份, 5G产业链龙头中兴通讯, 高端PCB板块龙头深蓝电路, 互电股份, 数据中心龙头保信软件, 数据港,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龙头宁德时代等。